今天和周顯繼續續回昨天的話題 就是講通脹 究竟我們的購買力是否在不斷下降 以及會不會持有股票比持有錢更好 其實持有股票比持有錢更好 這個說法最近很少人說 因為大家都不太敢說 事實上現在很多股票 至少錢在貶值 現在錢貶值的速度還未開始 真正貶值還未開始 確實你的說法令我想起 近期其實有一個挺奇怪的現象 就是大家一味擔心一些所謂中長期通脹 但是短期我們就未見到 尤其是如果你說是在物業的所謂投資框架裏面 無論是投資也好 或者是租金也好 其實我們見不到一個很大的升幅 租金其實一直在下降 買賣價有時我覺得 一兩單就不能夠作償 但是整體上都沒有怎樣升 在一個其實香港這麼講求 這個物業投資類別這麼重的社會 如果這件事不升 是否真的會有通脹 如果不放水的話 美國不放水是會通縮的 會是極度大規模的通縮 其實現在通脹已經發生著了 這個世界上通脹的意思就是 購買力的減少 在100年前的時候 最大的購買力 其實你說的邏輯已經在發生了 就是股票的所謂不合理上升 相對於我們所謂的民生消費品 其實都升得很厲害 雞蛋、柴米油鹽,你真的說得沒錯 現在的食物價格,其實你去買一塊豬肉 我今早去買,其實我好像這麼小 小舊去某一個新興的品牌,什麼大媽那裏 前大媽 我不說名字,你錢都是這樣 這麼小舊,三十多元的所謂的鞠肉 真是貴得很誇張 他說不賣隔壁用 你不斷幫人買廣告做什麼 我想說,如果這個情況出現的話 我很擔心一般的普羅市民 其實他們本身可以投資的錢很少 所以他們在投資上面 就算你的股票價值水漲船高也好 他們沒有什麼得益 但是這些一般的物價 其實升得那麼厲害 他們就首當其衝 這種狀態會不會繼續都是這樣 這麼說 奉是做government policy 或者做評論的人 大家都很容易忽略了一點 或者這個是一個大家很容易發生的一個盲點 你經常希望一個政策 又要馬而好又要馬而不吃草 那樣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正所謂中國很久之前想過 谷漸雙龍 這些東西便宜又會雙龍 樓你想住大一點,樓便便宜 結果很多人燒炭 2003年 如果是正統的經濟學 你會覺得 你好像2003年一樣 你是完全不夠市 最窮的人會有好處 有穩定階層會有好處 但是有些有資產的人便會燒炭死了 還是你寧願這樣 最窮的人越來越貴 然後有資產的人便會越來越有錢 你試試解釀 你不能兩隻 當然不是 你這個說法 我又有一點 就覺得好像跟香港不太對 那個狀況 因為通常就像你所說 就算2003年也好 甚至今次也好 你見到他們的所謂 其實夠不夠市 那樣東西 他們沒有什麼懸念 都是不夠的 他們不會走入我們的盲點裏面 我這樣說我沒有 現在 那個盲點在我們裏面 不是 什麼叫他們呢 因為那個狀況就是 今次毫無疑問 那個源頭不是在香港 那個源頭是在美國 是在美國 然後全世界都跟隨了 2003年的時候 大家就沒有計 但是我現在是一個概念上問題 就是假如你不自主 假如你現在香港沒有自主權 但是假設你有自主權的話 你都必須要面對這個問題 美國就面對它救了市 但是它救了整件 表面上已經長黃了 但是那些東西就會貴了 你又會做很多後遺症 你採取每一種方法 都有後遺症 就是說現在問題就是 大家惡惡 問題就是 不是不知道後遺症 你一旦就由得那些人死 你始終都由得那些人死 所以就是這樣的問題 這個是你做遺症者 你必須要面對的現實 如果一些人經常都不明白 就是所以街上那些人走 街上那些人經常抗議 說那些事情出來 基本上那些是很無知的做法 基本上真正的一個 你必須要有一些人很犧牲 你問題就是 你的犧牲是否值得 犧牲是否應該是否值得 是否獲得更取利益 或者最少的損失 你現在看香港的環境 或者我們管治的文化 是否都應該走向那個方向 都是說不夠 然後就出現一個 好像03年的狀況 香港不會出現03年的狀況 因為03年的狀況 就是一個通縮的狀況 現在是一個通縮的狀況 就是說 當經濟收縮的時候 你有兩個方法可以對付 一個就是引人子 引人子就是有錢的人 有錢窮的人越窮 要不就是 你就是 有的死 有的死的人窮的人 反而你做洗碗的人是沒有事的 但是那些中產階級會死先 中產階級會死得快 比有錢人 但是有錢人都會快速地跌下來 你事難要選一樣 你沒有一個無痛去做的辦法 那你現在猜會出現了哪個狀況呢 現在你猜會出現哪個狀況呢 那現在就已經豪宏而民 但是量化寬鬆了 因為美國已經自己做了 香港沒有自主權去做 美國量化寬鬆 然後香港就有個聯繫活率 而聯繫活率是不能拆開的 就是這麼簡單 即是說這次你也是猜中產壽慮 不是 是最窮的人壽慮 最窮的人壽慮 上次就是中產壽慮 2003年就是中產壽慮 都說今次和2003年完全調轉 那樣東西是相同的狀況 但是不同的拯救狀況 這個拯救狀況就是 今次就是美國主導了香港 其實我們今天談了那麼久 最後都是回到基本點 基本點就是我最初說的那個 就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機層因為沒有什麼投資的機會 所以他們最受物價波幅的影響 正如周顯所說 我也很同意的 就是 整個社會經濟上面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持噴者 你要幫誰 不幫誰 其實每個政策 一出的時候 一利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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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想如果真是從政者的話 可能未必一定需要像我們那種 我覺得我們相對比較悲觀的想法 因為其實我覺得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什麼都不用做 但最後來說就是 現在看到的狀況就是 有時候就算頭和腰腳都先醫住 如果不是的話到頭來就 不單止說民望不好那麼簡單 還會是真的很多人都會因為這樣而受了傷害 有沒有要補充 為政者一點都沒有悲觀 只不過我覺得你應該要持住最悲觀的可能性 即是我們持住最悲觀的可能性 然後最樂觀的做法 就是這樣 我覺得為政者沒有悲觀 因為他們反而是過分樂觀 好 下次跟大家再談 好 下次見